船身随着浪高起伏一下高一下低 游客紧紧握着扶手 有人捡抓椅垫 因为不注意连椅子都坐不稳 搭船就是完真的 游客准备好处交代 有的人早早吃完晕船药 一上船就狂睡 有的情侣紧握着卻是狂吐 风浪太大 搭船向搭海盗船 得搭小琉球 业者不敢挑战危险 带游客下水 游客爆发线路上吃喝 人潮穷忙免税电充 门口挤得满满满 小琉球岛上都是游客骑车逛大街 偏偏就有一间业者不怕 被居民直擊 居然带游客下水 啊啊啊啊 台风天过后 他在游泳没要命啊 同样是大水在高雄山区 却是溪水暴涨 豪源纳马夏区跟茂林区 已经撤离九百六十七人 溪水暴涨啊 现在那个大梁几乎都快看不到了 汹涌大水夹杂土石 沿着河道往下迅速暴涨 原乡部落提前撤离近千人 台风过境同样快天气 屏东离岛开心出游 高雄山区却是撤离居民 差异极大两样勤 记者张春华 宋贝成林之会 高雄屏东 纵侯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